《創世記》第二十二章 這些事以後,神要試驗阿伯拉罕,就呼叫他說 阿伯拉罕,他說,我在這裏 神說,你戴著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 你所愛的以撒,往摩利亞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獻為凡祭 阿伯拉罕清早起來,被上爐,帶著兩個仆人和他兒子以撒 也劈好了凡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 到了第三日,阿伯拉罕舉目遠遠地看見那地方 阿伯拉罕對他的伯人說,你們和奴在此等候 我與童子往哪裏去拜一拜,就回到你們這裏來 阿伯拉罕把凡祭的柴放在他兒子以撒身上 自己手裡拿著火與刀,於是二人同行 以撒對他父親阿伯拉罕說,父親阿伯拉罕說,我兒我在這裏 以撒說,請看火與柴都有了,但凡祭的楊高在哪裏呢? 阿伯拉罕說,我兒神必自己預備作凡祭的楊高,於是二人同行 他們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阿伯拉罕在哪裏捉壇 把柴擺好,捆綁他的兒子以撒,放在壇的柴上 阿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殺他的兒子 耶和華的使者從天上呼叫他說,阿伯拉罕,阿伯拉罕 他說,我在這裏 天使說,你不可在這童子身上下手,一點不可害他 現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為你沒有將你的兒子 就是你獨生的兒子,留下不給我 阿伯拉罕舉目觀看,不料有一隻公羊,兩個扣在籌密的小樹中 阿伯拉罕就取了那隻公羊來,堅為凡祭,代替他的兒子 阿伯拉罕給那地方起名叫耶和華爾納 直到今日人還說,在耶和華的山上必有預備 耶和華的使者第二次從天上呼叫阿伯拉罕說 耶和華說,你既行了者是,不留下你的兒子 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只著自己起誓說 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 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的的城門 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 於是阿伯拉罕回到他福人那裡,他們一同起身往別士巴去 阿伯拉罕就住在別士巴 這是以後,有人告訴阿伯拉罕說 密加級你兄弟拿學生了幾個兒子,長子是巫師 他的兄弟是布斯和阿蘭的父親基姆利 並基舌哈索、必達、益拉、彼土利 這百個人都是密加級阿伯拉罕的兄弟拿學生的 拿學的妾名叫劉馬,生了提伯、加含、他核和馬家 阿伯拉罕